年轻人的生活必修课 如何挑水果 我输家了我这次都吃过来的挑法 一起来看看 第一个 葡萄 一看果腾 二看霜 一看 新鲜葡萄的果腾嫩绿有韧性 颗粒也很紧凑 而放久的果腾整个都变成枯萎 颗粒也松散了 除此之外 还可以看葡萄上的白霜 制作葡萄分泌出来保护自己的果腾 所以尽量选白霜覆盖均匀的 啊 为什么你吃这么多 第二个 山竹 一看果地二按摩 新鲜的山竹果皮翠绿 重点是表皮按摩有弹性 而不新鲜的山竹表皮硬邦邦 根本按不动 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三个 芒果 一看表面 二摸皮 芒果品种不同 颜色气味也不同 但你知道吗 如果表皮硬有黑色郁青 说明里面有黑丝 不建议使用 然后从头到尾摸下去 如果感到有快明显发软 快坏了 也不建议使用 第四个 阿密瓜 这个我最想知道 这个也最简单 营养充足的阿密瓜 果肉比果皮长得快 就会被撑出一道道裂纹 所以瓜纹越密越明显 瓜就越甜 你看 上面的 就比下面的清晰和密集 看瓜纹就能吃到两味甜 我不行 那我们还是学该开开 我们用专门检测糖醋的仪器 看看两个瓜的甜度如何 调纹埋太的瓜甜度是 11 而调纹又密又明显的瓜 甜度是 16 嗯 这个人 祝大家早日炫到自己的梦中经过